各位同學,大家晚安,晚上好 來來來,我先確認一下大家的網路 不對,應該是我的網路,是不是正常 哎呀,好,看到我自己了,那代表應該沒問題了 來,這個背景又回到我們很熟悉的背景了,對不對 代表,出餐回來了,回到家裡面了 來來來,各位同學晚安,上來的同學 跟我們彼此打個招呼吧,好不好 好,今天要跟大家聊聊聊風水 其實我們在直播這麼多次 每一集的直播都有一個主題 那在早期呢,其實主題都是由我和小編我們在討論 嗨,小趙晚安喔,蜜亞,蜜亞哈囉 都是我和小編我們在討論說,今天要講什麼主題 你講什麼主題 可是後來發現,就是同學們心裡面都會有 對於不同的面向,不是這個臉的面向 對於不同的這些生活上遇到的現況呢 心裡面會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那所以呢,在接下來我們會有很多直播的主題 會以同學心裡面的疑問 解決你們的問題為主 比方說像今天直播的主題是什麼呢 今天直播的主題叫做 提高工作效率與行動力的居家風水 欸,像這個題目啊 這不是我和小編訂的咯 是誰訂的?是,這是同學發表的疑問 那我覺得,同學只要有疑問提出來 我們都會盡可能的回答各位 但因為時間,直播時間畢竟是有限的啦 沒有辦法很完整的回答到每一位同學問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 欸,在直播完我們都會很 應該是說我們的小編啊,很盡責 他會把同學的問題一個一個這樣列下來 那我們就會從中去整理出來 欸,有哪些同學問的這個問題啊 是可以當做直播的題目的 因為,為什麼會鼓勵大家問問題 常常會遇到你問的問題 也是同時是其他同學的問題 那這就很棒 欸,這也算是功德一件喔 你幫大家問問題 那我回答了,你也是間接的解決了大家的問題 對不對 這樣很好,所以我很鼓勵大家多問問題,好嗎 像昨天,我們有一位同學 喔,她把自己住家的照片都發上來了 欸,是要問 呃,也發表了自己的疑問啊 那你的這個問題我們接收到了 那也會當做未來在直播的一個題目 喔 欸,佩雅,佩雅,佩雲,Kandice 哈囉,喔,佩雲辛苦了,剛下班 Claire,晚上好 MC Call,佩穎,零零 好,然後朱蒂也上來了 啊 那,OK,那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主題 剛剛有說了,提高工作效率與行動力的居家風水是什麼 其實通常啊,會問這些問題 會問這種這一類問題的同學喔 身份,大部分啦 大部分都是為人父母的 因為常常會看到這個小朋友啊 孩子啊 讀書啊 哎呀,花了很多時間在讀書 但是這個成績喔,一直提不起來 那再來呢,就是說 這個孩子呢,感覺在愛念不念的 心裡面也很著急 因為在不久的將來 他可能要大考啦,要會考啦 那又或者是說呢 有很多是在職 現在已經是屬於在工作階段的這同學 心裡面呢,也會很著急 他可能在人生規劃上 他也要考研,要考研究所 要考博士班 那可是對於自己讀書 他覺得,我花了很多時間 在準備上面 但是就是怕自己 勞多少或付出很多的努力 但最後的成果跟預期 都會有很大的落差 那還有一類型的朋友是怎麼樣呢 就像是那一天 問這個題目的同學 他也許會覺得說 我很想把事情給做好 我很想把工作做得更好 可是總覺得 我沒有辦法做得非常的有效率 那又甚至是說呢 我回到家之後 我整個行動力啊 我的積極度啊 就變得很弱 就懶懶的 就什麼 就好像這種 couch potato 這樣子沙發馬鈴薯 就是在那邊追劇啊 正式就不做啦 那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 欸,有沒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居家風水啊 能夠幫助我們 至少在行動力上面 想法上面 能夠更積極 好嗎 那大家如果 有空的話 就幫我把這波分享出去 好 蜜亞問了一個問題 要問說 來,老師請問北半球的風水 對南半球也適用嗎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喔 不管是澳洲也好 或者是這個叫做 紐西蘭也好 新西蘭也好喔 都會面臨到同樣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南北半球 我的南 南極跟北極的這個方向 其實是 不一樣的喔 聽起來不一樣 但我必須講一件事情喔 我們很客觀的去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指示那個指針的方向 就是指北針指南針指針的方向是不一樣 但關鍵我就整個地球而言 我南極北極的方向有變嗎 沒有啊 也是一樣的啊 是不是 而且呢其實齁 在不論是在南半球還是北半球 太陽永遠都是從哪裡出來 都是從東邊出來 所以不管我怎麼看 我只要早上我看到太陽升起來 我往太陽那個地方一看 它絕對都是東方 那日落的位置呢 那也基本上啊 它會在西方的附近 會到西方的附近 所以喔 就會有很多的一個說法說 啊 那這樣子的話 南北半球因為指針 指針的方向不同 所以在北半球的風水方法 到了南半球不適用 這一點呢 我必須講 我是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很大的問號 那問題來了 如果說北半球 因為我們在北半球嘛 那如果北半球的風水方法不適用 那請問南半球的人 是怎麼樣看風水的呢 不可否認 如果說我們就節氣而言的話 南北半球是相反的 因為現在我們是春天 但是在南半球是秋天 季節不一樣 那我們的這個節氣 節氣它就必須要有所改變 但如果我們回歸到 因為我們講說方位 方位是一個什麼 方位它就是一個磁場的問題 它是一個磁場學 只要整個地球 它北極跟南極 它沒有對調 它沒有產生一個根本的一個大轉變 其實風水的方法 不管是說你說什麼三元玄空 或是什麼紫白九星 這是我的理論 其他老師怎麼講我尊重 但就我的理論 南半球跟白半球用的方法是一樣的 除非真的有人能夠有龐大的數據庫去統計出來 南半球跟北半球是不一樣的 而且南半球跟北半球的風水的用法方位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你有這個龐大的數據庫 那我就非常的佩服 那我也很認可 但是如果說沒有這個數據庫出來 我們按照理論而言的話 只要地球的北極跟南極 它沒有產生嚴重的位移或者是對調 那我們地球本身就是一個大磁鐵 就是一個大磁場 那以一個磁鐵一個磁場 它這個磁力線 跑的方向 永遠都是相同的 它不會對調 對不對 那所以呢 我們就不用過度去把問題給複雜化 我們就統一 統一一個方法來用就好了 像有回答到米亞你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確 有非常多澳洲的朋友也在很好奇 或者對風水方位有研究的 都會很執著說 那季節不同 因為季節不同的話呢 節氣就不一樣 節氣就不一樣 那節氣不一樣 那是不是我們在風水的用法上面 就要有所調整 那我必須跟你說 你要調 你也沒有一個邏輯去調 你也沒有一個方向去調 因為這沒有潛力 對不對 沒有潛力 我們就不用過度去把這個問題給複雜化 好不好 回答大家 喔 哈囉 大家晚上好 我晚上好 OK Candice有問囉 喔 敏軒妹妹上來了 嗨 高敏軒 問什麼呢 老師請問八支命盤 可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嗎 還有工作的方向 呃 可以 但Candice 您要問的應該是紫薇的命盤 對不對 應該是紫薇的命盤 喔 紫薇命盤沒有問題的喔 Lisa晚上好喔 朱莉說 老師崔冠正文房四寶 紙的話 白子不用寫什麼就可以了嗎 紙我建議你可以用紅紙黑字寫下自己今年的願望或者這個月的任務 喔 在心裡面對於工作的一個期待 好嗎 好的來 彩琳 魅力 OK 好 我們感謝我們的小編喔 小編都很熱心的在回答大家的問題 好了來我們今天喔 今天直播的一開始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個人 我個人 呃 應該是說 統整出來的一個結論啦喔 到底以這個風水而言的話呢 如果我們真的要去歸類 因為這個風水有很多種面向 對不對 你說有方位啦 喔 有這個環境啦 有磁場啦 然後還有什麼 欸 還有這個叫做顏色啦 燈光啦喔 但如果簡單的講 簡單的說 它會分成四大類 我個人的這個統計喔 第一個呢 它是包含的叫做磁場學 磁場學其實就是所謂的環境科學啦 方位跟環境科學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環境上面呢 通常會要求要乾淨整潔明亮 因為只要一個空間裡面乾淨整潔明亮 我的磁場 磁場它 我先不論好的磁場還是壞的磁場喔 好不好 我先就單純磁場它走的一個方向 它是順暢的 它這個邏輯就有點像是什麼 就像欸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我們在家裡面 或者我們在任何一個空間 欸走路都會有動線嘛 像如果說我去上班 我可能會有固定的這個動線 固定的路線要走 磁力線磁場也是一樣 它都會有固定的路線要走 可是萬一今天 哎呀今天前方出現了車禍了 車變多了 那車變多的時候 我走的就會不順嘛 那我走的不順的話 那我就必須要做什麼 我必須要繞路啊 繞路之後 那基本上我這個路線 是就跟原來不一樣 那原來不一樣的話 最後上班就會容易遲到 啊 同樣的一個道理 如果今天我在一個空間裡面啊 我原本磁力線在很順暢走的一個位置 我放了很多的雜物啊 換了或是放了不該放的東西 我把磁力線它的這個路径給阻撓了 或者我把磁力線給弄亂了 一旦磁力線弄亂呢 就會變成 我們常聽到的三個字 叫做磁場亂 那你聽到這三個字 你就可以想像了 哎呀如果我人 長時間在磁場亂的環境裡面 我注意裡面有辦法集中 腦袋不清楚 睡覺睡不好 對不對 情緒不好 那我做事怎麼會有效率咧 對不對 那所以這是第一個 磁場學很重要啊 那再第二個是什麼呢 第二個就是所謂的建築學 那建築學其實無非講的就是我居住的安全啦 我房子的格局啦 啊 常會說啊我房子要方正 對不對 這個格局 因為那個格局是怎麼出來的 格局不是我們人 這個不是我們人 怎麼擺什麼屏風啦 放什麼沙發啦 做什麼什麼什麼櫃子啊 這出來的 不是咧 最原始的格局是怎麼出來的 是蓋出來的嘛 設計師 建築師啊 搭配上什麼什麼鋼筋水 你一層一層一層蓋出來的嘛 這個只要蓋出來的 有鋼筋有骨架的 這些全部都叫做 建築學啊 那所以我們常常講的格局方正 其實它就是建築學的一環 啊 所以建築學很重要哦 那 我們人喔 如果說長時間啊 在這種格局不方正的空間裡面 會有什麼影響 欸 當然會有影響啦 我還是要回歸到喔 你們會發現最近我很喜歡講磁場 因為最近自己有在做一些 心得就是看了很多書 心得的一個總整理 我會發現喔 其實我們用了很多風水的方法 不管是布局 奇門頓甲 包括我們的顏色燈光 都跟氣場還有磁場有密切的關係 而且我們人本身就是一個大磁場 那這個大磁場 如果說我能夠跟環境的磁場 相融合在一起 或者比方說欸 我如果睡到好的床位 那我個人的磁場 跟我這個睡床的磁場 欸 周圍的磁場如果合在一起的話 按 那我自然而然 我要求什麼 就能夠很順 啊 我在睡床 我要求的是什麼 睡眠安穩嘛 能夠健康嘛 那我如果說我個人 找到我個人的財位 或者是我 環境裡面的財位 我長時間待在這裡 欸 我的磁場跟好的氣場相契合 自然而然這個 這個好位置的氣場跟磁場 他就在幫我 幹嘛 在幫我加持嘛 幫我充電嘛 充什麼電 充財氣喔 喔 那當我們的人喔 身上有財氣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喔 很有趣 我做任何事情 都會跟我的收入 有很密切的關係 啊 比方說我可能 我只是單純的 我在那邊 滑手機 我就突然想到說 哎呀 有一個投資理財的方法 欸 好像 對我很有幫助喔 我就去做了 那做了之後 就能夠提升自己的收入了 對不對 那所以在格局要方正 這是建築學 那剛剛講的 格局不方正 為什麼會對人 產生不好的影響 那因為喔 我們就 最原始的一個講法喔 嗯 其實在我們中國傳統喔 命理核圖洛書的演化過程喔 它是先 一開始是叫做所謂的陰陽家 陰陽學啊 這就是所謂的無極有太極 無極生太極啦 太極不是一黑一白嗎 其實一黑一白就是所謂的陰跟陽 所以你會發現啊 這個叫做 像姓名學 有什麼陽 有什麼陽木跟陰木 對不對 還有什麼的陽土跟陰土 八字好了 八字似乎也有這樣分嘛 對不對 陰跟陽嘛 喔 那所以最早其實講的就是陰跟陽 那陰跟陽 能夠搭配在一起的話 這叫做 異性相吸 對 異性相吸 欸那我就能夠調和 這就感覺像那個太極 為什麼知道一黑一白 因為要陰配陽 的這個關係 好 那然後呢 慢慢演進到 就是演進到什麼 演進到四象 所謂的四象的概念就是 東西南北 這個叫做四正卦 四正卦 或四正卦就是東西南北 那東西南北 我們就再延伸出去 我們大家常聽到的什麼 前朱雀後玄武 左青龍又白虎 好 但這些都不是我要講的重點 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呢 四象再往後延伸 叫做八卦 其實這個八卦呢 就是我們常提到的 八個方位 八個卦象 那或者是說呢 像這個奇門 奇門遁甲有八門 那個修身傷度 今死今開這八門 對不對 那其實這些 這八個方位 或是八個門 在每一個空間裡面 它都有個別的一個磁場 包括誰 包括我們的人 所以呢 當我如果說 我們比方說 像我坐在這裡 其實我個人的磁場 我是很均勻分散 在這個空間裡面的喔 那可是關鍵 如果說 如果說 假設我這個房子 我缺了一個角 不方正 那這整個房子的氣場 它在走的時候 它就會怎麼樣 就像我們 平常上班的時候 塞車了 對不對 塞車了 塞車我就必須要幹嘛 我就必須要繞路 一旦繞路 這個邏輯跟路線 就叫做不正常 只要不正常 它一定會有一個結果 而且這個結果 通常會讓我們 心情上 運勢上 會被打亂 所以為什麼 我這個房子的空間 如果說不方正 會導致我們人 居住起來 哎呀火氣會比較大 那然後呢 在這個睡眠會比較弱 那甚至因為睡眠弱 導致情緒不穩 健康不好 會容易有雪光破財 其實我們把所有的問題 回歸過來的話 就跟什麼有關 跟磁場 或者是說我們氣場 分布不均 有很大的關係 好像講的太複雜了 對不對 好簡單講了 第二個就叫做建築學了 好 第四 第三個叫做什麼 叫做設計美學 那為什麼洋宅風水 會跟設計美學 有關係 你們不要把設計美學 想得很 很這個 好像覺得說 這是藝術啦 這個是設計啦 跟風水沒有關係啦 現在如果線上 有設計師的同學 你們在設計房子的時候 一定會碰到三個面向 是你們必須要去面對 和去考慮的 而且一開始就要決定 你不能中途再 就是不太建議中途再改喔 是什麼 第一個 我這整個設計的風格 我要走什麼色調 簡單的說 我要走什麼顏色系啦 比方說我要走大地色系 我要走這個海洋風 我要淺藍色系 對不對 配色很重要 第二個 我要用什麼材質 我這個設計師 我在設計的時候 我跟業主討論好囉 這個 我建議你是用耐磨地板 木紋的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的這個廚具 你的廚房裡面 你的這個流理台 你要用大理石的 或是類食材 然後呢 你的這個廁所 你的廁所的這個門啊 我建議你用那個美奈板 美奈板就是 它不是木 不是石木 但是呢 其實它的材質 它比石木要來的便宜 這些材質 其實材質類的東西喔 設計師在一開始就必須要想好 要規劃好跟業主討論了 是不是 好啦 顏色固定 顏色選好了 材質選好了 第三個也很重要 要什麼 我們常在講 紅花需要綠葉配 那這個紅花 紅花很多時候是我們設計師的一個理念跟概念 比方說欸 它設計的這一個裝潢 有一個流線型的風格 但怎麼樣把流線型的風格 那個流線的力量 跟它隱含的美感給圖現出來 就不需要誰 要燈光 所以 來剛剛講的 顏色 用材 燈光 這三個我們在直播上講 我也非常的注重 但是如果說我們跳脫出命理的環節 這三個它是被歸納在哪裡 設計美學裡面 而且這是設計師非常重要的一個工作 所以你說 欸 杨宅峰所跟設計美學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哈嘞 叮叮晚上好喔 晚上好 當然有很大的關係啦 是不是 那所以我們如果說要讓自己 在行動力工作效率提升起來的話 欸 我們常待的空間 裡面的顏色 用材 特別是燈光 一定要搭配的很適合 這樣才能夠 對我們的工作效率有提升 好 最後一個是什麼呢 最後一個 我相信啊 世界上任何一個人 都要去面對的一個環節 叫做什麼呢 非常重要 叫做心理學 欸 奇怪 老師你今天講的這四樣東西 怎麼好像跟我們傳統印象當中的 這個杨宅峰水 好像都沒有 好像沒有直接密切的關係欸 那為什麼這個杨宅峰水 又跟心理學有關係啊 來 我來講啊 第一個 心理學它講的是什麼 我一個人心的安定啊 我回到家 我回到家 我心要能夠靜得下來 應該不會有人希望回到家 啊 我很亢奋的 一天到晚 就在那邊齁 800英尺 500英尺 100英尺 好像在那邊吃爆米花 應該不會有人一天到晚 想要回到家 是這個狀態嘛 對不對 所以回到家 我的心情要能夠平靜下來 啊 是不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那會希望什麼呢 希望欸 我回到家裡面之後 我的情緒啊 不要太過於激動 不要太浮躁 不要太浮躁 好不好 第三個 我回到家之後 我看到任何的景象 我不要有不好的聯想 啊 不能有不好的聯想 那這些都跟什麼有關 都跟我們屋子裡面的擺設有關係 啊 比方說我回到家之後 啊 我不要欸 一進到家裡面的門 看到我很乾淨很乾淨的餐桌 我再說一次 我不要看到很乾淨 很漂亮的餐桌 直接聯想到 啊 好 先善後躺 開門見善 欸 你每天回到家 看到很乾淨很漂亮的乾桌 你就想到開門見善 你心情會好嗎 不會 對不對 甚至會堪拖 堪拖的意思就是 如果說我工作表現不好 我錢財容易留不住 或者是我工作效率提升不起來 你就直接會認為說 是你那個很華麗很乾淨的餐桌 所造成的 跟餐桌有沒有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好 再來 如果說我回家 我一打開門 我就看到 哇 很漂亮的落地窗 可是這個落地窗呢 原則上我是不打開的 所以會不會有風進來 不會有風進來 但是你一開門就直接想到 然後一開門 大門直接見到這個落地窗 這叫穿堂煞 叫穿堂風 是呀 每天回到家就在煩惱 哎呀 我花了那麼多錢 上千萬 甚至是接近要上億 買了一棟豪宅 結果這個豪宅 現在跟我是穿堂煞 現在跟我是穿堂風 每天這樣想 一直灌輸自己的這個負能量 一直往腦袋裡面塞塞塞塞塞 你說你知道你運勢會好嗎 不會 所以為什麼其實在之前的這個直播 很多次的直播 一直跟各位同學來分享 這個羊宅風水的煞氣要形成 必須要具備充足的條件 為什麼要很完整的告訴大家 條件是什麼 因為就是不希望各位同學 無形在不知不覺當中 去觸犯了心理學 洋宅風水心理學的禁忌 這個禁忌叫什麼 叫做 叫做看到黑影就開箱 自己嚇自己 這個真的是禁忌喔 喔 好不好 所以心理學 那我們要盡可能的 把我們常呆的 書房也好 睡房也好 工作的環境也好 打造的 我只要進來這個空間裡面 我心情就很平靜 我看上去我就是 哎 覺得非常的開心 心情很放鬆 我會想要多做一些事情 啊 那這樣子你就 你就達到了 呃 這個叫做什麼 在心理學方面 所要的一個要求 啦好不好 喔 那所以呢 來剛剛講的這四點啊 不論是建築學 設計美學 環境科學 跟心理學 你們有沒有發現啊 你們有沒有發現啊 欸 這四個好像都跟什麼有關係 都跟方位有關係 有發現了嗎 環境科學講的是磁場 磁場講的是什麼 是方位嘛 啊 磁場講的是方位 我坐相 就跟方位有關係 還有呢 再來就是說 欸我這個呃 我的顏色跟燈光 還有用材的搭配 我要去做選擇 如果說我們 要配合 洋宅風水的氣場的話 啊 比方說土氣宅 金氣宅 我要用什麼樣的顏色 跟這個呃 材質的話 都會跟什麼有關 跟我坐相 就是方位有關係 那除此之外 欸那我人進來這個房子裡 或是空間裡面 我希望我的情緒是能夠平穩 我不要有不好的聯想 那情緒要平穩 我要找適合的方位 比方說文昌位啊 或者財位啊 我長時間待在好的方位裡 欸這也跟什麼有關 也跟方位有關係 是不是 好那最後這個建築學 建築學我這個格局 要盡量方正 那我在蓋房子的時候 有一個位置很重要 叫做什麼 我蓋房子一定會有大門嘛 是不是 那我大門啊 我大門我在蓋的時候 我大門在哪邊 蓋大門擺大門 這是建築學在管 但是就洋宅風水而言的話 大門開在哪個方位 就對我在家裡面 人的整體的我們講說 狀況好了 欸它也是有密切的關係嘛 是不是 所以喔 今天啊 如何要提高工作效率 行動力的居家風水 欸我們重點就會集中在 方位這兩個字 因為方位它包含了 我剛剛講的這四門學問啊 所以呢 我欸 也算是苦口薄心科 各位同學講喔 不要排斥方位 不要排斥方位 方位在 因為我們常說風水的起源 起源是來自於什麼呢 來自於河圖洛書 河圖洛書 其實到最後講的就是在講八個 八個掛像 也就是八個方位 八個方位它有不同的能量 那不同可以去調整的一個方向 好不好 好的來 那開始了喔 那怎麼樣提升效率的首先呢 欸一個邏輯很重要囉 一個邏輯很重要囉 一個邏輯很重要囉 好 叫做先避凶再去疾 先避凶再去疾 先避凶再去疾 OK好 好我好像看到同學有在問問題了 對不對 嗯 來我先看一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啊 啊 像也有同學會問 欸老師 不是說念經可以進化自己的這個身心靈嗎 那為什麼我念經的時候還會一直想要睡覺 還會一直想要大瞌睡 那甚至有一些同學 包括我之前在早期念經的時候 欸不念還好 一念齁 腦袋裡面都是一些不好的想法 都是或是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全部一下子都這樣跑到腦袋裡面 好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 你真的要我舉一個比較類似的例子 它就像什麼 我感冒了 啊我感冒了 或是啊對 我前段時間 前天啊 前天大前天 我不是去打疫苗嗎 是不是 疫苗照理來說 它應該是要幫助我保護我們 對不對 那為什麼我打了疫苗會不舒服呢 是不是 因為它會有一個過程 有一個什麼過程 欸 有一個fighting 有一個進化 有一個我們講說 跟體內的病毒也好 跟體內的細菌也好 它要去對抗的一個過程 對不對 這一個道理 我相信大家 就比較能夠理解了 所以呢 來圓圓為何念完心經 感覺更不順 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這是一個過渡期 關鍵在於你能不能夠堅持下去 我相信念心經 任何的經典 你說心經 要是經 或者是浦門品 或者是像我有在念的水燦 只要能夠堅持一直念下去的話 這個過程過度其實你度過了 我相信你會感覺越來越順 不要去動搖你的信心 不要動搖你的信心 好嗎 好 OK 來我們來看看 好 繼續囉 來 必頌屈級喔 我們要盡量避免啦 避免我們睡在不好的方位裡面 比方說我們盡量避免睡在房子的 像是泄氣方啦 病腐胃啦 殺氣方啦 不好的位置 我們就盡量避免 那除此之外呢 只要是髒亂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空間堆了非常多的雜物 燈光不夠的話 我們也不要長時間睡在這個位置 或者是在這個位置去處理我們的公式 那就是看書 那這樣子其實對於我們想要提升工作效率 它都會有拖累的影響 那既然這樣子 那我們最好能夠既可能待在什麼地方呢 比方說我可以盡可能待在文昌位 或者盡可能待在所謂的財位 這兩個位置是大家最常聽到的 那又或者就是說 如果我們知道我個人的生氣方 生氣方的話 待在這邊 待在生氣方的位置 也能夠有效去提升我們工作的一個效率 好 那除了我們要盡可能去做在好的方位之外 那我們找到好的方位的時候 找到好的方位之後 我除了待在這邊 那假設我要出門上班呢 那平常我能夠怎麼樣把這個方位的氣場 盡可能去培養 或者是說呢 讓它的能量更強呢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在好的方位 可以焚香 只要家裡面能夠允許焚香的話 我蠻鼓勵焚香的 那如果家裡不管是因為宗教的關係 還是家人習慣 就是不喜歡這種香的味道的話 你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用這種香薰燈 那香薰燈裡面呢 因為它有水物嘛 只要好的方位 它只要透過動態的這個香 或者動態的水氣 在動的話 它就叫做引動 那只要能夠引動 就能夠把氣場給帶起來了 就能夠把氣場帶起來了 所以我就建議 我們把好的方位找出來 要嘛焚香 要嘛我們就放香薰燈 或加湿器 那這個香薰燈 加湿器 裡面我們可以放 比方說薪水囉 或者是放 像有很多同學喔 最近去同學家做 洋宅風水的規劃 他們把這個 銀行的財水啊 都拿出來招待 老是這個財水 很棒 銀行取出來了 來趕快喝 這個財源廣進 那你說銀行的財水 到底是不是真的財水 我覺得 大家 我們可以往 正能量的方面去想 銀行做財水 那就財水吧 好不好 但是要喝之前 我建議啦 你先確認一下 它的這個保存期限 水也是有保存期限的 不要水過期了 你還當財水 一直往肚子裡面 這樣子灌喔 好 好的來 然後 那除此之外 你說焚香 香薰燈 那如果這兩個都不行的話 第三個 第三個絕對可以啦 叫做什麼 叫做點燈 叫做點燈 那所以呢 那再接下來喔 重點來囉 重點來了 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方位是什麼 依照個人 跟昨天一樣 依照個人 西元出生年的個位數 西元出生年的個位數 都有一個適合大家 長時間 在這個方位裡面 我說 讀書也好啦 去處理公事也好啦 睡覺也好啦 的地方 那這個位置 基本上你能夠做 那你就盡量做 那如果實在是沒有辦法睡在這邊 或是沒有辦法就是躺在這邊的話 你也要既可能的把這個方位 保持的乾淨 整潔明亮 好不好 好啦 欸我看Gidy有問問題 她說請問老師 家裡有一對採股前的銅龍龜 銅龍龜 適合擺在什麼方位 OK來 Gidy你可以擺在西北方 以今年而言的話 你可以擺在西北方的方位 好吧 OK 好 然後我們來看 那現在請大家 請大家 好 你們就不用發了 不用發什麼西元年的個位數了 好不好 昨天大家噼里啪啪啪啪啪啪發了 發了一排 感覺好像又被洗版了 是不是 那我希望大家多 可以多問一點問題 多問一點問題 好不好 好那我現在開始公布咯 每個人 出生的西元年的個位數 都有一個適合自己 可以工作 或者是適合自己去處理工事 適合小孩子看書 那又或者是說呢 適合我們可以放剛剛那三樣東西 可以去點燈 或者是可以焚箱 又或者是可以放這個加湿器的位置 就算這三樣都不能放 那我們要盡可能的把每個人所屬的方位 保持的乾淨整潔明亮 喔這個很重要喔 好不好 好首先第一個 第一個 如果說你的出生西元年的個位數啊 是一 那你要好好去看你的正北方 你家裡面的正北方在哪裡 啊 把家裡面的正北方啊 第一個保持乾淨整潔明亮 啊 乾淨整潔明亮之後呢 那在接下來 你可以去選擇你要去焚箱 或者你要選擇你要擺加湿器 又或者你可以選擇去擺一個燈啊 讓這個地方的氣場 盡可能的啊 他是好的啊 那只要當你進到這個空間裡面 或者是只要你坐在這個方位裡的時候 這個方位好的一個磁場跟氣場 他就能夠把你的工作效率給帶起來 好不好 那所以出生西元年個位數是一的 要多多留意喔 好 那再來出生西元年個位數字是二的啊 你要把握東北方啊 把握東北方 那以 東北方的話 好 就像我剛剛講的 保持著乾淨整潔明亮 好 乾淨整潔明亮之後呢 那 然後你要放 那三樣東西 三則一就好了 沒必要全部都放喔 點燈 或者是 放加湿器 或者是 每天早上 或是一個星期分一次香 好 我們透過這種方式 把西元 這個西元 個人出生西元年的個位數是二的 個位數是二的同學 把你工作效率往上提升 好 那再來呢 第三個 如果說欸 我的個位數字是三的話 那把握正東方 把握正東方 好 然後呢 如果說我的西元年個位數字是四的 請把握東南方 把握東南方 那如果說呢 是五的 請把握正南方 如果說是六的 請把握西南方 如果是七的 請把握正西方 那如果說呢 是八的 把握西南方 欸 會不會太快 會不會太快 會太快嗎 有人可以幫我重複嗎 哈哈哈 好 那我繼續講呢 如果說是八的 因為我相信大家 應該都很清楚啦 像比方說 我是1981年嘛 對不對 那八一年剛剛講的 欸 我就要把握正北方 好 那如果說你的個位數字是八的話 要把握西南方喔 那如果說個位數字是九的 那就把握正西方 如果說個位數字是零的 請把握西北方 好 所以呢 那這樣子喔 朱棣太快了是不是 朱棣你先記自己啦 先記自己的 那我再講一遍喔 好不好 我再講一遍喔 呃 來 我直接講個位數了 直接講個位數喔 個位數是一 正北方 二 東北方 三 正東方 四 東南方 五 正南方 我覺得我很像機器人欸 喔 六 西南方 七 正西方 八 西南方 九 正西方 零 西北方 夠清楚了嗎 啊 不要我再講一遍了吧 蒙 什麼蒙 佑奇 什麼蒙 佑奇是說我蒙嗎 我看起來很蒙嗎 哈哈哈哈 OK 好啦沒關係 我蒙我可以接受啊 不要說我像狐蒙就好了 欸這狐蒙其實很可愛欸 你們有去動物園看過狐蒙嗎 喔 那狐蒙喔 是這個群居的動物喔 那可是 欸它在 呃 獅子王 The Lion King 在這部迪士尼的動畫片裡面 動畫電影裡面喔 那那個 呃 那隻 那叫油豬嗎 油豬還是豪豬啊 啊 我忘了另外一個叫什麼 呃 碰碰 是碰碰嗎 它名字好像叫碰碰 還是另外一個 我忘了啦 喔 那一個 麗萍有看過是不是 啊 我看 阿碧玲晚上好欸 有看過對不對 那狐蒙好可愛 啊 真的好可愛 狐蒙他動作非常非常的靈敏 喔 喔 小趙已經整理出來了 哇 超強欸 好 感謝喔 感謝感謝感謝 好 那所以來 欸 怎麼會講到狐蒙喔 說我很蒙啦 好不好 我很蒙 但是我不是狐蒙喔 好 來那所以呢 這些方位喔 就是出生的西元年 整理給各位同學 那就是跟著個人走 跟著個人走的意思呢 也就是不論我到任何空間 喔 比方說像我的話 我的正北方欸 我就可以好好把我正北方的氣場 我要把它去培養起來 然後把它養起來 欸 講到養氣場喔 欸 什麼養氣場喔 養風水氣場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觀念喔 希望能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 各位同學能夠建立起來 那是最好喔 因為我發現有些 嗯 嗯 有些朋友 有些同學會覺得說 啊 我這個房子喔 呃 我買了非常好的一個地方啦 我買了豪宅啦 喔 啊 老師你跟我說什麼乾淨整潔明亮 喔 啊我的採光通風濕度 我保養得剛剛好 喔 完全OK啦 家裡面的東西喔 我用的都是最好的 最好的 Number one喔 最好的一個品牌 喔 那所以剛住進來後 富力堂皇 金碧輝皇 喔 氣場很強 對不對 那我就說OK啦 好 我只要一開始這樣子做 我連續住十年二十年 這風水沒有問題的喔 OK 好 其實事實上是這樣子嗎 喔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 來 我們以人而言好了好不好 我以我講人 大家都能夠感同身受 來我問你們 人 需不需要充電啊 要啊 人 需不需要放鬆啊 要啊 是不是 那或者是我不講人 我講手機好了 手機喔 剛開始很好用對不對 喔超棒 接下來iPhone 欸 14 不對 現在iPhone13要出來了 喔 iPhone13剛買的時候 喔超好用超好用超好用 用久了會怎麼樣 欸 第一個 欸 可能裡面的記憶體變多了 欸 它走不動了 我必須要做清潔 要去做清理 對不對 喔 那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說欸 我的這個記憶體呀 欸 剛剛講記憶體對不對 還有就是我的 裡面的這個軟體 太多了 導致它速度變慢了 我要做一個清潔 喔 然後我要去 要準備要 可能手機也要去做一個保養 我做清潔 裡面做一些 軟體 或是照片 不要的照片 就去把它刪除 這個就是在保養 除此之外呢 那以這個汽車而言 汽車如果我們希望它能夠開個五年十年 每一 每一段時間要去保養 要去換機油啦 換輪胎啦 是不是 那甚至我在 呃整個汽車的烤漆啦 呃 我裡面都要定期的去做清潔啦 這樣子我才能夠長期開的順順的 它能夠保佑我出入都平安 對不對 好 我們講的人了 講的這個車子了 講的我們每天都會用的手機了 都需要保養 那你覺得房子需不需要保養 當然需要 所以不要再認為說 欸 我一開始就買了一個好地段 就買了一個陽光空氣水都非常好 條件非常好的一個豪宅 那我之後我房子就可以放著不管了 欸 房子的宅氣會不會退啊 會啊 而且再來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欸 你們從外面回來家裡面 啊 回來家裡面 外面有沒有一些負能量負面的磁場 有沒有 有 是不是 那我房子裡面 我的氣場再好 欸 我回到家 我這個房子幫我做了那個身上的一個 淨化 那負能量跑到哪裡去了 欸 我身上負能量被我房子的氣場給淨化掉 那負能量呢 負能量不會憑空消失欸 啊 物理學裡面有一個叫做質量不滅定律 質量不滅定律的概念就是負能量 它終究是負能量 它為什麼會不見 它一定是會 它一定是被某一個物體 或是被某一個氣場給吸收或者是代謝掉了 那我回到家裡面 家裡的負能量不見了 那會被代謝掉吸收的 欸 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如果你家有做風水布局的話 可能你家的風水物 它就幫你做一個基本的代謝了 第二個就是你房子本身的這個氣場很好 它的這個好的氣場跟不好的氣場相互抵消了 但關鍵不管是哪一個好的氣場跟能量有沒有用完的一天 終究是有嘛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之前的直播會跟大家講說 哎呀這個房子啊 三年 三年呢 我最好至少我這個牆壁啊 我能夠重新粉刷一次 五年啊 那我盡可能的房子 哎 我重新可能重新換個壁紙 對不對 那在這個十年啊 那房子如果連續住了十年 那我最好在整個的這個格局上面 又或者是我的沙發我的床上面 哎我可以考慮是不是要換新的 這些的動作都是在幫房子在做蓄器 所以這代表一件事情 房子的風水需不需要養 需要養 而且要什麼時候養 最基本的每年都要去養一次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堅持每年年底 在冬至以前 都要開直播告訴各位同學 跟各位同學分享說 啊明年要到了 啊 再接下來 進入了這個兔年 兔年的這個居家的風水 我們怎麼樣來做啊 不要覺得 哇 又到了年底了 會不會又有很多這個什麼抽獎啊 會不會又有什麼這個獎品贈送好康啊 看直播就是為了要拿這個 不是啦 我看直播的目的是希望 提醒各位同學 房子每一年該蓄器了 同樣的一個道理 剛剛講的喔 剛剛講的這個方位 比方說像我在正北方 這個正北方 你想要讓自己工作效率去提升 是要去養的 怎麼養 哎 靠那三樣東西 焚香 或者是香薰燈 或者是燈光 然後保持著乾淨整潔明亮 盡可能的把自己個人好的氣場 好的方位 或者房子裡面好的氣場好的方位 透過我每一天 慢慢慢慢的去培養起來 舉例來說 像 昨天我們風水修路任務去丁丁家 對不對 那像丁丁 丁丁家裡面那個虎豹鑽 他就在養喔 因為丁丁他真的是把那虎豹鑽 當成是自己的家人耶 每天在虎豹鑽的正法前面去焚香 然後給虎豹鑽旁邊 他各位有沒有看到那個畫面嗎 旁邊四個角 各放了什麼四顆黃冰金球 其實這就是在養什麼 養氣場 養 培養氣場 在培養氣場 還有在什麼 在就是無時無刻在幫我們的房子 還有在幫我們的正法風水物來蓄氣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對丁丁說的對 投資風水 還有一件事情喔 養 養這個培養黃子氣場 這件事情呢 它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很多時候呢 非常多的一個同學 家裡面擺了一個風水物 那就會問 老師 我這個風水物 是不是每年都要拿到廟裡面去過爐 過爐叫做什麼 第一個叫做進化 第二個叫做蓄氣 是不是 對 如果說你什麼都不做 你不去培養你的 你不去培養你家裡面的氣場 你不去培養你這個好的方位的磁場 那每一年 很抱歉 你就是要勤勞一點喔 把你的風水物拿下來 拿到廟裡面呢 在很多人的面前 天公爐在那邊 哇 繞繞繞繞繞 可是偏偏有非常多的同學喔 家裡面 哇 剛剛 嗯 這要怎麼說 展示櫃 對 有非常多的風水物喔 那真的要把家裡面 所有的風水物都拿到廟裡的話 欸需要有推車 就好像我們去逛那個佳樂府 大倫巴那個推車對不對 那你不覺得這樣子 欸 第一個你會很累啦 那再第二個 大家的眼神的 就會像你閒注目裡啊 就會覺得說 哇這個人家裡面 喔 家裡面積一定很大 有很多很多的風水物對不對 這樣子過爐啊 過爐不是不對啊 可以這樣做 但是有沒有更好的方法 有啊 更好的方法是什麼咧 欸 來兩個啊 第一個 就是按照我剛剛講的 建議那三樣東西 第一個 焚香 再來呢我們可以用 裝有薪水 或者是接下來 端午節到了對不對 端午節 只有端午節喔 只有端午節中午節的五十水 利用這些水啊 它本身的一個生氣 或者它本身的一個陽氣 我開的這個香薰燈 這個水氣喔 這個充滿能量的水氣 欸我散步到家裡面 然後沾附在我的風水物上 欸 這是也是蓄氣的一種 那第三個蓄氣的方式是什麼 就是我要準備一個暖光源的燈 盡可能的24小時保持長亮 這樣都是在無形之間 把我的一個氣場慢慢的給培養起來 好 那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呢 那就是如果實在 真的很 沒有 實在沒有辦法做到 我剛剛講的這些 要求的話 那就是每年 年底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官方LINE 你可以透過我們的粉專 你私訊我們的小編 官方LINE 你可以私訊那個李星老師的助理 你跟李星老師約時間 然後李星老師去你家 幫你做布局 重新來蓄氣 這也是可以 但是原則上我會 我的一個出發點是這樣子 大家能夠自己做的 我們就盡量自己做 因為開運 最好的一個方式 神時神力神堅神麻煩 自己做的 其實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 就把我們對於這個家 或是對於自己 在運勢 任何運勢方方面面的期待 這個能量跟意念 灌注到我們的 風水物和政法裡面 這個才是屬於 真正屬於自己的 好不好 好 來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如何提升 工作效率 行動力的居家風水 我們從四個面向去切入 我在重點講一下 今天的這個大方向 就是我們講到了磁場學 建築學 設計美學 還有心理學 所以我們要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要提升自己的這個行動力的話 這四個面向 我命令的通通都要顧及到 通通都要顧及到 那這四項學問 這四項學問都跟什麼有關係 都跟方位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呢我們必須要 我希望各位同學能夠培養出來 對於方位的靈敏度 方位靈敏度的一個概念就是 當我到一個新的空間的時候 我不一定要很專業的 說什麼一定要找到房子的正中心 因為我會畫圖 我畫出來的圖是最準確的 那然後我可以站到房子的正中心 但各位同學不用 你們只要站到相對中心點的一個位置 中心點的一個概念 如果我的主角是房子的話 這就是房子的中心點 如果我所在的位置是在我的睡房 我就在睡房的中心點 如果我的一個重心 重心是在我的辦公桌 很簡單嘛 就辦公桌的中心點嘛 這個就叫做公公立太極 好不好 那所以那個靈敏 就是說我常待的一個位置 常待的空間 或者是說我的辦公桌 或者是家裡面讀書的書桌 好的方位是在哪裡 這個靈敏度要有 因為等你們做久了之後 你就會很習慣了 就會知道了 好不好 好那然後 最後也是提醒了 避兇屈吉 能夠找到好的方位 那當然最好 如果說不能找 沒有辦法找到好的方位 或者是好的方位 如果真的不能做 我們也要盡可能去避免睡在 比方說我剛講的病腹胃 泄氣方 殺氣方 這個很重要 好那前面這些都做到了 那在今天的最後 有特別加碼 跟各位同學來分享 依照我們出生西元年的個位數 1234567890 能夠幫助我們去提升工作效率 能夠幫助我們去提升那個 叫做什麼工作效率 還有行動力的方位在哪裡 那我們能夠怎麼做 那這樣子 各位同學 依照今天直播 我們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就能夠很明顯的 很有效的去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 還有行動力的 嗯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看 嗯 喔 OK有同學 嗯 嗯 區底再問說 老師 方位如果是門應該怎麼做 好 如果是門的話 欸我覺得這也算是好消息一件 喔 為什麼呢 因為你這個門呢 你進進出出 其實你每天進出 你就是在引動 引動這個方位的氣場 那我覺得 欸 假設這個方位對你而言 是你的好的方位的話 欸 那很好啊 那很好 但是呢 也有另外一點要提醒你喔 這個門啊 空間 啊 你進門如果有玄關 那是玄關的位置 沒有玄關的話 那我相信進來可能會有一個 落成區 一個腳踏墊 旁邊可能會有鞋櫃 或者是有桌子 務必要保持著 乾淨整潔明亮 啊 好不好 喔 好 來我們來看看 嗯 欸 我覺得大家都很棒欸 都會彼此 幫忙回答 彼此的問題 喔 Kelly Kelly 呃 這個 嗯 在念小嗎 喔 喔 發現我們的小編速度超快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各位同學沒有問題的話 喔 沒有喔 感謝 感謝各位同學都有幫忙在做筆記喔 OK 好的 來 那如果說沒有問題 那我們今天直播就進行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次直播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是星期五後天的晚上九點半 喔 那今天在命運好好玩的官方粉絲團已經把農曆英曆喔 英曆喔 英曆四月份的流月居家風水布局已經發布上來了啊 啊 那我們的小編呢也非常的辛苦呢 他也把這個連結好也已經發布在我們的粉專裡面了 那各位同學如果沒有看的我建議你們等等直播後 或者是明天有空的時候呢 先把這段影片先看完 看完做什麼 我們在星期五的晚上九點半 喔 會跟各位同學在細部的 啊 去跟你們來分享 就是說欸 除了影片裡面講的內容 如果我還想要更好 或者是說 英曆四月份 是不是 欸 還有什麼 類似像這種 呃 布局的秘法啊 或者說跟奇門遁甲有關係的 這種開運的方式呢 啊 都會在星期五晚上九點半的直播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喔 喔 OK 那先跟大家說晚安啦 啊 拜拜